您好 欢迎收看9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中秋节前夕现场许正会特别在 县府民政处长林金虎 还有军人服务站站长张锦生陪同之下 和县内的社团工商界代表一行人 前往空军第五连队中正堂 参与109年的秋节进军联欢会 同时制政了团体慰问津 感谢国军保家卫国及台风讯期间 协助救灾复原工作的卓越贡献 许正在会中表示 是花莲县地理位置特殊 每年台风地震不断 仰赖国军弟兄在第一线防灾跟救灾 相亲感念在心 逢年过节 当家家户户欢聚一堂时 国军官兵还得轮职 坚守工作岗位 忍受私乡私心之苦 令人感动和不舍 以及我们教准部柳副指挥官 还有第五连队先生连队长 欢迎县政府民阵处林金谷处长 以及我们所有民间的企业 还有我们的社团所有的伙伴 道军的伙伴 张锦生我们的军事部阵站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国军官司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县长好 这位想为了不破坏整个节目的连贯性 还有气氛 所以这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 谢谢县长 在中秋节前夕举办进军活动 军军联欢会更是别具意义 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国军官兵的爱护跟支持 对官兵深具鼓舞作用 徐县长除了与国军弟兄们一同欣赏精彩表演之外 也致赠慰问加菜精英给予各个的驻军部队 并关心服役子弟 对弟兄们 对弟兄们多所鼓励场面热露 记者林杰新全乡采访报道